刚才又让你们忍受了一段张大大的表演 我在这里给大家道歉 对不起啊对不起 我们不是没有努力过 就是在上一场的节目里 你们没看着啊 我们就全都拼命地演出 拼命地搞笑 就是为了张大大淘汰 没淘汰掉的 我们不配当喜剧人 张大大留在这个舞台上 我们不是不配当喜剧人 我们就不配当人 我就你们刚才说张大的油腻 我就在那观察真假的 一看确实油腻的 就令人发紫腻的都能滴出油来 我在看了一会我就觉得 如果我现在在开车 我身边坐着张大的 我就会特别安心 对啊那开到野地里车没油了 你把张大的跟发动机连上 车还能再跑200公里 对不对 那张大的还是说 这许多刘老师 劝他多读书 也读了 张大的你肚子里 但凡要有点墨水 那也都是油墨 喊吐之间喷出点来 能直接用于印刷 你看张大的 这多厉害啊 活生生的一个人 既能连接发动机 又能连接打印机 赛博朋克2077 许志远 许志远老师对文化的解读 你也别全听 就很奇怪的 我看许志远老师说 人家寒寒写的文字 太浅显 太直白 让人没有任何阅读障碍 所以寒寒没文化 许老师 这是个啥不可标准呢 叫你这个标准 事实上最有文化的人 就是我老舅 我老舅 我老舅脑血酸后遗症 他写那个文字 你快去看看去 全是阅读障碍 我老舅 抖手这个病 是怎么得上的呢 很心酸啊 就我老舅 他是德云社的粉丝 特别爱听 那个郭麒麟和颜鹤翔的相声 后来这不是 基本就听不到了吗 活生生就急出了病来 再后来呢 他在综艺节目里 偶然看到了郭麒麟 病情才有所好转 可就在得知 综艺节目里 只有郭麒麟 没有颜鹤翔 之后 我老舅的病情 彻底好了 彻底好 彻底好啊 很健康 前两天我给他打电话 我说老舅啊 最近咋样啊 还抖手吗 我老舅说 哎呀妈呀 不用看到颜鹤翔就能看到郭麒麟 我还抖手 我精神抖手 他就是该来的 一定会来 就配了后边精神抖手 前面要编这么长一个 真的是 哇 不配是我了 看个综艺真的就有点危险 但你收看许志源老师的节目 你就不会遭受这种痛苦 你会遭受到另一种痛苦 就是 真的总有人说 看许志源老师的访谈啊 尴尬的想 让他用脚趾头抠地啊 形容尴尬劲 形容的挺精妙的 但是你们 不会将心比心的 对不对 你尴尬的想用脚趾头抠地 那徐老师就不想嘛 对不对 徐老师为什么这么爱 穿人字托 抠地方便 你就比如说 你接受许志源老师的采访 聊到中途 气氛变得尴尬了起来 你想用脚抠地 但是你穿了个靴子 哎 你就抠不着 人许老师穿个人的桌 抠起来那么方便 就有人说 许志源老师 看着没事访谈别人 怎么就在北京 开得起一个书店 那么大个书店 哪来的 都是徐老师 一脚一脚抠出来的 别生气啊 许志源老师 是一个开玩笑的节目啊 开玩笑的节目 没事没事 然后 再说说谁 再说说谁啊 金星老师 金星老师是一个 非常非常传统的人 我看金星老师说过 说他对子女很苛刻 说他儿子可以随便出去玩 女儿必须长期 就待在这个归房里 大门不出 二门不卖 你看这多传统 这都不是近一百年之内的传统 这是清朝风格 我说这么爱穿旗袍呢 可能人家本身就是个旗人 金星老师还说 女人一生最幸福的时刻 就是结婚生子 姐这有点片面 有点片面 你说你劝人生孩子 不得看人家两口感情好不好 对吧 感情好生一个还行 感情不好 那后悔了 杂证 金星可能还疑惑 说怎么会有这种情况呢 就是有啊 我都喵着我都烦死了 再说说 再说说 我的好朋友 雪芹 刚才那个严老师 主朝文 我俩你大概意思就说 我俩是什么商业CP联手赚钱吧 没有的 你们可以去查一查 打冲我俩这个CP红了以后啊 我和雪芹就没有一起 拍广告 没有拍广告 我俩一次一起拍广告都没有 就是为啥呢 就是怕观众反感嘛 你说大伙都挺喜欢我俩的 别整着整着 是吧 本来就是盼着我俩奔线呢 结果一看 我俩变线了 就不好 就不好 不能为了挣钱 啥事都干 啥话都说 这段话呢 就是远风不动 当场送给维亚 真的 就你们这帮 就他们这帮直播卖货的人 为了卖货 什么煽动性的话 都说得出口 你看李嘉琪一张嘴 所有女生们 维亚一张嘴 哎不压的女人们 咋的 世上的女的都被你俩分了 那我是不是还得问问 李嘉琪到底你俩谁的 他决定以后跟谁雇啊 是不是 别往心里去 这都是荧幕上的噱头 你们怎么 是不是 不知道大家这么喜欢看这个 人家爱是找很多噱头 刚说人家卖火箭 不高级 他说那只火箭 你说你也不能乱发射 很危险 你说你也不知道往哪发射 发射到水星 离太阳太近太热 发射到火星 什么太冷 发射到金星 往那一落 金星就劝宇航员 早点结婚 早点生孩子 这绕到我这儿来了 你帮于真劝成功了 生那么多宇航员 小宇航员火箭也带不回来 不好啊 不好 这要搞个噱头是吧 对吧 就教教他 你跟李嘉琪 炒一个CP 好不好 就为什么 就特别期望 你们这个CP呢 就是天天 你就一天 把我们的钱 全都卷光是吧 别的时候 我还得工作赚钱呢 好不好姐 求求你了 谢谢大家 谢谢魏亚 谢谢 好 好 不好意思姐 别别别别 太浪了 王猜一个191 王猜 他大概也191 但他猜票非常准 三 二 一 锁票 我们就问 魏亚姐吧 你这个算吗 我就算 因为我刚才是听 我觉得还没有结束 他就结束了 我还没听够呢 对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